芒果台官宣了一档新的音乐综艺《声声不息》 将于4月24号同步香港TVB播出 这档综艺由何炯做主持 王祖兰担任金曲推荐人 我是歌手原班人马制作完成 拥有以下三大亮点的品质综艺 势必会刮起一阵经典港月的模仿风潮 1.老中青三代歌声不息 在已官宣的16名歌手名单中 歌手们的年龄差距很明显 最小的才21岁 最大的已经74岁了 节目组邀请的算是华语乐坛的顶级歌手 且横跨老中青三代 除了老一代林子祥夫妇 李健 周笔畅 毛不易 刘席军等 内地实力派中年歌手也公布在名单之中 香港则有杨谦华 李文 李克勤 荣祖儿 林晓峰等周流砥柱 新盛代除了单依纯 安琪之外 还有香港音乐圈中的音乐才子曾比特等 众所周知 林子祥在香港乐坛的地位很高 港媒曾用上古神兽 孤凤齐霞来形容他的高音 林子祥歌曲快至人口 歌曲传唱度很广 曾以一首数字人声 称霸江湖 他的代表作品有男儿当自强等 他的妻子叶倩文的代表作 则有潇洒走一回 祝福 伤势等 老中青三代共同演义香港金曲 华丽而诚意十足 让人期待值满满 且从曝光的舞台照可以看到 舞台的布置和灯光效果营造的神秘气息 和高级质感十足 二 香港黄金年代的追忆录 说到香港流行乐 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他的一首歌 不因其他 只因那是伴随着我们青春岁月 伴随那个年代的我们成长的歌曲 而这档音乐综艺不只是一档普通的综艺 作为香港回归25周年的县礼片 香港特首还主动牵头为此节目打抠 其实香港流行乐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 那时随着香港经济的蓬勃发展 从内地到达香港的中国人 发挥自己的才情与天赋 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不朽的精神 用港乐表达了出来 港乐黄金年代就来临了 在释出的先导片中 港乐前辈对乐坛后辈们抱有很高的期待 他们希望后浪在前浪的扶持和引领下 继续保持一颗对于音乐创作的赤子之心 并能创作出令观众喜闻乐见 或欣赏价值很高的作品出来 乐坛的生命力在于变动 音乐圈里的新生力量也在慢慢成长之中 毛不易以歌唱选拔比赛 明日之子冠军身份出道 为了练好自己心目中的粤语歌曲 还专门找来了粤语词典 可见他的认真程度 而以练习生出道的唱跳歌手安琪 以出声牛赌不怕虎之事 加入大咖云集的歌唱竞演之中 他的表演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全新感受呢 三 节目赛制有创新 节目组把邀请到的歌手分为16组 并分为男女两队 一轮的18首歌曲中包含对唱曲16首 和男女合唱曲两首 因为我是歌手不同的是 不设淘汰机制 所以他们可以一直唱到尾 期间没有人被淘汰 也不会另有歌手加入 通过六场主题进演的对抗 主演嘉宾分别改编并演唱 港乐传世金曲 通过这样的形式 也许更能让关注 把注意力集中在歌曲本身 而不是比赛名次上 同时歌手们也相对压力更小 才能更好地享受舞台与情绪表达 网传第一期的录制歌单的丰富度惊人 原唱全是天王天后歌神级别 Beyond 王菲 陈奕迅 张学友 张国荣的歌 经过重新改编之后 会否比原唱更具感染力呢 老一辈音乐人寄予厚望 新一辈的音乐人承载着这种厚望 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传承的力量